肝病知识百科,避免得到肝炎的方法 A型肝炎及E型肝炎,数益饮食卫生,数益饮食及饮水卫生,海鲜,水产类食物一定要充分煮熟才能吃 因为有许多水产,例如,生蚝、牡蛎、蛤蛎,容易受到A型肝炎病毒污染 此外,化粪池的设置应该远离水源以避免地下水的污染 A型肝炎疫苗及免疫球蛋白 在预防接种方面,A型肝炎疫苗效果几乎可到百分之百 台湾地区的成年人多半都曾受过感染,体内多半都已经有A型肝炎抗体 但近年来卫生环境改善不少,A型肝炎比较少见,所以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多半没有抗体 因此,如果要前往落后地区旅游,最好先接受预防接种比较安全 但是如果临时要前往疫区或是在疫情大流行,来不及打疫苗时,则可打免疫球蛋白应急 但是效期只能维持三个月左右 以后需要食药再重新施打,B型肝炎及C型肝炎 避免血液及体液的接触,很多人以为饮食不卫生会感染B型肝炎 这是错误的观念,因为B型肝炎和C型肝炎一样,都是经由血液及体液传染 所以正确的预防方法是避免和别人有血液或体液的接触 例如,避免不必要的打针,输血,刺青,穿耳洞等等 如果无法避免,也一定要注意器械的消毒 至于接吻及性行为会不会感染呢?一般来说,接吻都不会传染 除非正巧双方口腔都有伤口或是太过激情稳破了皮 性行为有可能感染B型肝炎,感染吸肝的机会则很低 因为C型肝炎病毒在体液中的浓度太低,不太容易造成感染 不过,为了安全起见,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,使用保险套可以让你万无一失 B型肝炎有疫苗可打西肝则没有 我国从民国74年开始实施新生而全面施打B型肝炎疫苗 因此,在民国74年以后出生之民众B肝代元率已降到1%以下 俗见B肝疫苗的效果确实卓著 西型肝炎病毒可以说是一种狠狡猾的病毒 基因突变率很高,分身,很多,很难针对某一种研发疫苗 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C型肝炎疫苗可打B型肝炎 由于B型肝炎只会感染B型肝炎患者 所以有B型肝炎的人应该避免共同针头及复杂的性关系 以避免感染,保持单一性伴侣是最理想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